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这个就引起大家意志的踏发 就是说你们怎么可以这么没行 这是陈水扁下面的重要人物 什么会主席呢 还是绿营的 这种辣妹招待所在台湾是个什么情况 其实招待所就是很多的政商名 你很好奇 来我把我这个招要 招要进做一个简单的说明 李老师讲评 这就是台湾的政商名流 在很多的情况之下 就是说如果在众目睽睽之下 很多的事情不好谈 因为有些太细节的东西 然后所谓的under table 也就是桌子底下的交易 那就是人多的时候 通常我们会说 有重要的时候不开大会 大概重要的会议都是几个人 私下搞定 然后又怕台湾的狗仔文化 非常非常的尖锐 所以会说比如说马英九跟宋楚瑜夜会 怎么样怎么样 就讲成这样 所以势必就会产生一些 比较隐秘的地方 这个隐秘的地方就叫招待所 招待谁呢 就是政商名流 然后彼此之间在这个场合里面呢 其实因为光谈正事的时候 有的时候场合太严肃了 对 妹妹来了调节气氛 合约太精简了 可是那些妹妹不等于 掌握了资料 掌握秘密了吗 所以这里面是有一些原则的 比如说就是说 这个招待所里面 其实我们不晓得是每一个都有了 不过大部分来讲 就是说他们会有调剂性 就是说因为女孩子是负责软化 然后解除心房 女孩子有这个功能 当然因为温柔的力量 其实你是不能小看的 然后这些就是在招待所里面 现在被爆发这些出来 其实都有一定的条件 身高165 学士要高 然后身段要好 就是说你的曲线要属于纤细性 都得像黄金甲里头那样 黄金甲那个标准 其实老实说的 还不太好找 营养不好 但是就是说一定要有腰身 然后就上一身要穿个短短的小上衣 腰露出一截 然后要是属于那种很性感是高挑型的 然后学历要大专以上 会讲台语跟国语两种 双语 不一定是台语 还不可能是外语 对 你知道我听我为什么问他这个呢 因为我听那个台湾的色狼跟我讲 就说台湾的色狼 台湾好多色狼嘛 对吧 你这样想想好像别的地方没色狼 我们大陆人民都是留下汇 就是说台湾这个地方 它过去受过长期的日本的影响 这个女就是在某些行业的女的 如何伺候让男人欢心 她这个有传统 你比如说我听他那色狼讲 台湾有种制服店 特别有意思 这语文上有不同 那制服店里边的妈咪呢 叫什么呢 叫干部 现在这个情形在上海也有了好吗 只有台湾好不好 上海现在也有干部了 对很多都是干部啊 所谓领导的那个一群姐姐妹妹们的 这叫路线决定以后干部决定一切 对 就是说你去了呢 你得跟干部搞好关系 因为干部就是负责帮你挑这个辣妹 而且他这种店啊 特别好玩 就是跟咱们想象的那种夜总会啊 还不一样 那真是色狼去的地方 你知道吗 他就是好像是在唱歌是吧 好像唱歌 但是呢 每唱一会儿歌 那个干部就进来 妈咪就进来啊 注意了各位 现在我们要关灯 就关灯 放起那迪斯库音乐 灯一黑 放你迪斯音乐 各自的那个小姐 蹦就起来 跳脱衣舞啊 一直脱光了 脱光了 在你心上 你也你也 合法的 不合法 都会抓的 所以色狼嘛 色狼跟我说的嘛 你也你也 然后呢 叫羽狼共舞 跳那么十分钟 大家穿好衣服 坐下接着唱歌 可能又唱一个小时 过来干部又来了 注意了 姐妹们 关灯 又来 他这么玩的 你说 苏州也有 有大的这种 跳交易舞的地方 很正常 很健康的那个 很大的舞厅 很多人跳 就是劳工阶级 不是那些官啊 什么事 就是很普通的 大众去的 可是他跳到 中间啪一下 灯全关了 然后关了 大家其实 关了的时候 大家大概在跳 比较亲切一点 然后过了几分钟以后 灯又开了 后来我就问 他们的管理的人 我说你们为什么 关灯 他说不关不行啊 不关生意 做不过人家 不过不行啊 我觉得这个 其实是一个现象 为什么 因为其实有的时候 像是这种高官啊 或者说在社会上 身份地位很重的人啊 他们平常的一举一动 就受到一个 很严格的标准去审视他 所以他其实 但是他也是人嘛 然后他有的时候 想说我也要放松一下 我也要什么的 那就有人投其所好啊 因为其实像这种 招待所里面的 这种消费啊 什么等等的 一定有人买单嘛 那一定不便宜嘛 那这个人到底是谁呢 很可能 他是不是涉及到 公款买单呢 这倒没有 这可能就是商人 但是我的问题是 社会公众舆论啊 这样这样的场所啊 官去跟商人去 跟老百姓去 它有没有不同的标准 当然有啊 就是说大家会不会 就觉得官不应该去 可是老百姓去 没有大问题 这就是你对公务员的 那种执行的要求 就像你看待老师 然后看待所有国家的机构的 这些里面的员工一样 就是你的行为局 只要端正 就是说可能说 一般的人去 这样的招待所 那就没所谓 大家就无所谓 但是地位高的人去 就有问题 对 假如说他这个 这个犯法 假如这一天 正好警察进去 扫黄了 对不对 抓到了 那么里边如果是官 或者商人跟老百姓 他的处罚 从法律上的处罚 是不是一样的呢 当然不一样 怎么不一样 因为其实像 如果老百姓 你是做这些违反的 你可能只要付 法律上的刑责 但是如果说你是官 其实你还会受到 一个所谓的纪律 法律上的刑责 要不要付 当然也要付 也要付 应该是也要付的 这个我 因为不是读法律的了 我不能跟大家做 有缘心虚了 我其实不心虚 但是我觉得 其实这事应该是 两个标准 因为我们像看到 这些事情都要进入 中评会 就是你要接受公平的 就是你除了是 法律上的责任之外 你不能够去 去这个声色的场所之外 你还要受到 大家的一致的 你看小马哥 现在人家理直气壮 我现在觉得 这人真是有 他从来没去过 道德优越感 不是去过 你就不能说这个话 说文官不贪财 武官不怕死 当官就不能好色 而小马哥说 而小马哥大家踏伐 说有个单位 举办什么说谎比赛 都不敢邀请 我们政治人物去 人家说 我们要去了 没人能赢得过我们 你看他就可以批判 因为小马哥 好像感觉不好色 可是他是真的 老实说 他是家教非常好 然后自律非常的严格 然后也很清白的人 但是也就是因为 他很多的外在 从小教育 他这样的一个成长 他很难在这个 政治场合里面去竞争 所以他会有一个 所以你知道 我为什么问这个问题 这其实是我们中国 辱家的一个老传统 叫理不下素人 行不上大夫 我们先不讲行这一关 理不下素人的意思 就是说理上大夫 就是说同样这件事情 从道德的标准来讲 你大夫就是做了 就不可以做的 可是老百姓 对他要求不那么高 你看见这个意思没有 后来中国大陆 就是理下素人 就各个学雷锋 连最普通的老百姓 少接的 也不能有婚外情 要不然算坏分子 这个就是理下素人 现在这种做法 其实就是说 从道德上 对上要求高 对不对 然后呢 中国过去辱家的 一个相补的 就是法律上的 对下要求高 意思是说下面的人呢 就小人予以利嘛 君子予以义嘛 对 那意思就是一般的老百姓呢 我就用法律来管你 但是呢 高官呢 我法律就不管你了 你的就靠道德来管了 你明白 但是他们现在这个情况呢 实际上是什么 叫理不下素人 还延续着 但是行不上大夫 打破了 应该是 行是统一了 你看上下都 你个进去以后 不能说在上面抓官的抓住了 就开除一党籍 这个老百姓就得坐牢 这样 这个形式统一了 对不对 所以我挺关心这个处罚标准 而且其实现在这个方式 我觉得其实也让老百姓比较服气 是包括国务记号费啊 然后这个吴淑珍女士也受审嘛 然后这一次的审判当中 其实就算你再不舒服 然后我们这个检察官说 如果你真的必要到审的时候 你可以推一个检疫病床进来 我都还是要审 所以这个时候 其实你就觉得 没有太过分的特权了 这就是形上大夫 当然这个也可能是有些特殊案例 是不是能够全面做到就很难说 但是其实对于陈水炳来讲 其实大家也就知道 他除了这个叛国罪之外 这几个重要的罪之外 他其实是有豁免权的 所以这个也很难讲 就是说大家会觉得 你说在台湾这个官场 是不是有这个风气啊 应该是有 我觉得因为其实有很多的部分 因为意见不一致嘛 就算在同一个党派里面 可能对于利益的分配也是不一样的 我常常在想说 为什么大家都那么努力的 自己挣制这块饼 因为他其实并不是 谁都知道他臭 但是谁都为人民服务 是件很辛苦的事 老实说对不对 要早起晚睡的 然后每天要劳民伤财的 这么多事的 为什么大家都去呢 一定是有他的这个 有招待所 对吧 有招待所 咱们去一下广告 江湘三人行广告之后见 你真是坏人 你刚才说什么 理不下树人 现在问题啊 是个理崩越坏的时候 就有些东西啊 都颠倒过来了 你比如我为什么说 就说这个官场风气 实际上你看咱们 从很多这个民间的语言当中 你能感觉到 他已存在 至少在一部分干部当中 干部当中 他存在一种 我今天招待所的影响很大了 而且这个干字在台湾用 意思干革命啊什么的 对对对 我们不常用这个 我问讲讲 就有至少有一少数干部 他的风气是什么 你看人家说的 做官难啊 人家喝你不喝 你的朋友不会多 人家捞你不捞 老婆说你是草包 人家赌你不赌 背后说你250 人家拍你不拍 一起把你搞下台 人家送你不送 批评要比别人重 人家吹你不吹 就你问题堆成堆 人家嫖你不嫖 大伙一起造你谣 这是不是某种风气啊 反应真实 其实这个现象 对不对 你刚才讲人家读 你不读你就不好 我亲眼见过这么一个场合 就是说有做生意的人嘛 就请当官的吃饭 那我 我正好偶然的机会 也正好在里面一起吃饭 我以为吃个饭就完了 结果后来才知道 吃饭是刚刚开始 他的气肉是吃完饭了以后 这个做生意的太太 要跟那个做官的太太 要打麻将 做生意的太太跟做官 哎呀 没有 那这个打麻将呢 就是他是要输一点 赢一点 输一点 赢一点 但是最后呢 是要很大一笔数字进去 这个 这次没有任何证据的 给钱的方法 没错 我想招待所也是这个原因 我报道过多起贪官 这个打麻将这事儿 一般就是说 比如说他退休的老婆 这麻将 家里的麻将桌 远近闻名 哗哗 每天流水架的人 打麻将 从来就没赢过 全都他老不老赢 老胡 怎么搞的 打麻将赢了 你知道最近 就说武汉 还出一个什么事儿啊 你说这个 有时候贪官呢 也够倒霉的 一个区域的反贪局的副局长 还有一个什么地方的党委书记 跟一个个体户 还有一个什么女老板 大麻将 出入上万块钱 这还不是说行贿 这就是玩玩麻将 但是呢 最后伤了和气 双方呢 这个吵起来打起来了 然后这个女老板 找来几个地痞流氓 抢他们 把堵桌上六七万块钱都抢了吧 把这个党委书记打得肋骨骨折 但是呢 他拿准了你 绝对不敢报案 你不确实不敢的 最后是有人报了 干部就忍辱负重 忍辱负重 受这么样的损失 不敢生章 那个是台下交易 不是装了针孔摄影机 然后你再看他这个 我就看他武汉市出台的这个规定 对他这个干部 你知道 我就觉得现在 就是为什么刚才说 礼崩越坏啊 就这个底线问题 规定说 你不准在这个 不准跟亲戚以外的人 打带色的麻将 就带彩的 带钱的 然后呢 你不准在工作时间 打带彩的麻将 那下班 不准在公共场合 打带彩的麻将 你说你听着这几条啊 你感觉像是看车所里 对那些地痞流氓的 规则 这些规定就好像我看到 走进一家影视店 门口有贴罪服务公约 本店不打人骂人 没错 没错 教师 教师不准猥亵女学生 就有这个规定 考试前不收钱 也不准大家挑战的 尺度就越 但是你要你要跟谁说呢 谁都有苦衷 那我就问那个 那个做生意的了 我说你们真是没出息 你们好好做生意嘛 你们何必要花钱陪人打 原来这个公司呢 还是中国人 还是替美国公司的 你说他的苦处是什么 美国的法律是禁止贿赂的 所以他那个钱还不能报的 而且呢 你要是在那个国家 比方说你在中国出了事情 那个他根本不保护你 你得冒着风险在帮公司征业绩 但是你得自己贴钱进去做这些事情 其实美国人老总根本都知道 可是他依照他的法律说 我不管这个事情 所以下面在做事情的人 是冒着风险在做这个 那你说做官的 我又跟他们聊 我说你们也太不像话了 你们老婆来跟人家打这个收钱 对不对 你知道他们说我们怕 我们现在最怕 你知道我在上海就碰到官员 现在不是查诚良语案吗 上海的干部现在好多人都在传 一个人 我不讲他名字了 其中有一个人 你说出来谁都知道 就是里边签在里边的答案 现在上海的干部讲起这个人是 谈虎涉变 怎么呢 原来他查出来 他有一份详细的清单 他多少年来送给谁东西 请谁吃过饭 打过多少麻将 过年的月饼 什么什么 清清楚楚全部记下 涉及好多好多人 现在那些干部圈里面 讲起这个人 咬牙切齿 说这种人真没道德 请我们打麻将还留底 这跟那个什么留录像 不是一回性质吗 这反映我们在各行各业的道德都全面崩溃 这个人呢 现在都干部谈起这个人 就是说 因为很多人回想说 说不定哪一年我也曾经跟他吃过一顿饭 或者是 收过一盒 还跟大师的月饼 原来居然都记明细账 这就是你知道 我最近看一个吉林的反弹专家 评为年度什么人物的话 专门反弹 特厉害 这人的总结 说我办过的案子 总结 就是证实的 这叫什么呢 证实的最主动的是情人 揭发的最彻底的是哥们 揭发的最彻底的是哥们 对 他给这些官员们提出的警告 不是警告 人生导言就是什么呢 君子之交淡如水 就是不要烂交朋友 你得想想 这帮人 你一个当官的 人家为什么跟你送吃送喝 跟你打麻将 你以为人家跟你混成什么交情了吗 那真的到了事上 人家为什么十几万就给你一个笨死 对啊 说是减价的 对啊 你这个链条一崩盘 揭发你最狠的 就是杀手 就是铁哥们 所以最近不是台湾也让我想起 有个哲鸣的主持人 这叫哲鸣 这个名的主持人 他不是在家里头打牌啊 什么东西 结果揭发他炸赌的这件事情 先确定判刑三年嘛 然后就是 其实就是牌桌上 最非常亲密 而且来往最大户的那个 就真的是判刑的时候 然后起初是 咬死的时候 我没有 我就是跟他的哥哥 是他谁 后来真的把他招出来的 也是那个铁哥们 所以我现在真的是觉得 就是说交友 我跟我身边的朋友都讲 交友一定要选择 人一辈子不需要那么多的朋友 你仔细想想看 你生活中大多数的烦恼 都是那些啊 朋友与非朋友之间 这些乱七八糟的这些人 给你带来的 很多麻烦都是这样 所以现在就是真的当朋友 要守口如瓶啊 守身如玉啊 啊 是吗 他有几个原则 就是不能太靠近 守不住什么强调什么 你知道吗 然后你看像招待所 招待所工作守折 这个女生们呢 就是就算 他为什么选择这些女生 进去的时候 就几个原则 第一个就是 我要平常去观察你 你在那个 你正常营业的场所 你就算喝醉了 你也不会酒后吐真言 你也就是那种酒品药 好不会所有的话都说了 然后第二个是呢 看到什么都当没看到 所以打死不认的那种 你知道 在我们这个这儿啊 有些官员呢 还得是 他是贾宝玉 他是多情种子 一个小姐 就能把他玩翻了 就是本来是去嫖的嘛 也不能说是嫖 你去认识一个坐台小姐 但是也堕入情网 到最后 认真了 小姐跑到政府部门里 这小姐怎么能控制她 她跟女同志说话 这小姐冲进来 啪一大耳挂了 你说 能把她控制到这种程度 就像是说 说说像陈克杰嘛 说是他是分文没有的大贪官的 都是李平 李平让他去提要求 他去完成任务 然后把钱转到香港 我们再这么说下去 贪官变成弱势群体了 好像全受害者一样 有时候是弱势群体 你知道现在 你就说 他们说 河北那边不是有个李珍吗 贪的 就是现在有一种叫亚贪 就是通过 为什么 你知道现在古董市场 为什么这个水涨船高 很多时候送古董 送书画 为什么现在很多 至少一些官员 开始老跟收藏家交朋友 打听这方面的事 因为他收的这个东西多了 但是所以说 我说为什么弱势群体 就是有个叫李珍的 收的那种古董 书画 三个房子 在城市里举办贪污教育展览 然后我那朋友行家 人去看了之后 我说没一件是真的 全是假的 他不是货 贪官数字不够高 不够原则上 反正就是说 你只要怕止暴不住火 你就不要干就好了 那可难了 那是很难 我跟你讲到什么程度 不同流合污也不行 我跟你讲到什么程度 就我说反弹专家 讲木随心 木随心的秘书 他问他 就木随心收什么人钱 这秘书想了想 说你问我 谁送给他钱 我说不出来 但是呢 谁没送给他钱 我说得出来 你想这个到什么程度 太可怕了 枪枪塞人行 广告之后见 徐老师总结发言 也不是了 就是说我 我其实这 看那么多现象 就包括这个 你看受惠的 受惠的各种各样的人 最后心理上都觉得自己没错 关键就是有两个理由 我真的发现他们总结两个理由 第一个理由就是什么呢 就是这个社会不公平 到规则不公平 所以我是受害者 很多人都觉得自己是吃亏了 是受害了 别人比方说不正当的 爬得比他高啊 或者诸如此类 总而言之 他是先觉得自己是受害者 第二个 我做的这个事情 别人也做 比我高的人还做 他们都没事 为什么 凭什么我就有事呢 有这两条经历 做什么事情 最后都对得起自己 对得起祖宗啊 对 所以徐老师 你这个话 我就可以做总结发言 我跟你说 有个西方学者说过 看我给你总结一下 腐败条件等于什么呢 垄断权 加上自由处理权 减去责任制 不过这个事情 其实我刚刚在想说 徐老师讲到说 不能同流合物 这件事情 其实真的非常的难 因为你在一个群体当中 他怎么有体会 我现在突然想到 说这样的事情 我们也会碰到 就是大家一起去吃饭 你不去 因为你知道那里面 可能有点游戏 然后你不去的时候 大家就觉得假清高 对 不是不单假清高 大家会怀疑你 然后是不是就是 你出卖我们 或者是这个事情出包了以后 因为你是第一嫌疑人 对不对 没错 所以刚刚也前面讲的 就是我做这就觉得 如坐针毡 台湾是大陆的镜子 那这样的话 我们真的好好地检讨一下 是 所以就是说嘛 人家嫖你不嫖 大伙一起造你腰 不要造我腰 我真的没腰